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时事单面体 保险业界透露 因应有保险公司质疑 部分保险索偿不合理 甚至怀疑有欺诈成分 近年不单只加保费 更加会在客户索偿时加强审核 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发名陈小姐的她 近年肩膀都不时会有肿痛 几个月前她去了一间痛症治疗中心 查询有什么方法帮到她 店员就建议她买一个三万元的疗程 并且声称即使那时候未买医疗保险 也都有方法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 不要紧 因为我们本身都有合作开的保险经纪 或者保险agent 所以其实之后你买他们的保险 可能三千多四千多元一年 这样你就可以判断了这个疗程 迟些出单给你 当你的保险OK了 我们就可以出单给你 她的双组保险就继续了 之后陈小姐给了全费买疗程 同时也都购买了中心建议的保险 但之后向保险公司索偿就被拒绝 海关近期收到23名市民举报 今个星期四去陈小姐光顺的痛症治疗中心 位于尖沙咀的分店调查 检走购买单据和疗程记录等的资料 怀疑中心核下9间分店以不良手法经营 包括职员声称由物理治疗师提供服务 但对方没有相关资格 也都有职员以威吓的手法 强迫顾客购买预矫式疗程 陈小姐说经过今次经历 对于痛症治疗已经失去信心 那一刻本身打算把这笔钱医到我的肩膀 现在连那笔钱 我上那笔钱都没了的时候 原来是令你痛苦加剧了 不单身理上没有解决过问题 本身打算期望有些方法可以解决到 还有真的可以试到 但谁知道被他欺骗了这些钱之后 已经不敢再去找其他那些可能治疗 有保险公司指出 如果医疗机构游说客人 买保险的时候不情报 已经出现的健康问题 已经属于虚假索尝 业界以往也曾经发现 部分由医生主理的医疗机构 也都会和客人串湯欺诈保险公司 进行虚假索尝 有都是一些叫做病毒 所以其实可以透过本去claim得到去做的 但其实某一些诊所 其实它是会帮客说是打有 用医生的名义帮他去写一张医生字去做的 那保险公司呢 好吧 批了可能两万元 但其实这两万元呢 私底下它可能会拆回少许给客人 那就变成了有一部分呢 其实真的会变成提款机 那实际上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打有呢 不知道 近月业界传出个别公司 一度将部分医生或者医疗机构列入黑名单 林星豪认为 事件反映保险业界对于个别医疗机构不信任 事实上它是滥用了保险公司 但是其实再后续下去呢 保险公司会对于很多的相似机构呢 就会开始有些防范 那保险公司在这情况下就会做什么呢 其实就会下一年就开始加保费了 就可能加两成三成 那这变相呢 其实一些无辜 其实它真的有这个需要的人呢 就给多了保费了 除了加保费 陈星豪说 保险公司面对客户索尝试 也都会设客更加多的关卡去审核 我们试过有些客人呢 他本身是有意外啦 要入院 跟着再加要做物理治疗 那都是前前后后讲 都用了三四万不等啦 那这个案子因为基于 claim的金额呢 跟有问题的那个案子太迟了 那变相呢 其实这个难度是高了的 对于保险公司的角度 他就会觉得你要交一些文件 证明你是否真的弄傷 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些手术 但林哲元就反驳 医疗程序是否必须和恰当 应该交给医生专业判断 我不知道他凭什么 这些不用做的 你看清楚这件事先 是他认为病人做了一个手术 他觉得不应该做 或者不用做 是他不赔的 这个才是个问题 而不是那个医生做了什么 天大地错 你搞清楚问题 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认为 某一个步骤是不应该做 或者不需要做 凭什么呢 他认为如果真的有医护人员 虚假索偿 也应该报警处理 而不是由保险公司自行列坎名单 看医生和病人做一个索偿 然后收到的费用 就医生和病人分 这个很明显是犯法的 当然这个是假设 因为这个是犯法的 是要抓的 不单只应该报医委会 也都报警 我会鼓励这些相关人士报警 因为这个是很严重的罪案 曾经担任保险业联会主席的 立法会议员陈培良指出 合谋虚报保单索偿涉及刑事罪行 服务提供者有可能被控串谋诈骗 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监禁及罚款 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执法 最近有一些痛症中心 说是做一些物理治疗 但实际上可能不一定完全是一个物理治疗 可能在整个销售过程里面 它其实是在买一些其他服务的配件 让客人可能要支付一些很高的费用 政府我觉得在这方面加强一下巡查 尽量去巡查一下这些医疗机构 有没有一些不良销售 又或者做一些不是认可的治疗服务 在这方面可以保障到市民的健康 他强调如果情况不改善 长远会影响保险而发展 最终会影响投保人 一个比较很正常的医疗保险的索尝 在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 它也都够胆去再开发多一些新的产品 在这个市场里面 多些产品多些保障的时候 得益者也是我们的保单的投保人 所以整体来说 免除了这些遍陪的情况之后 肯定对整个保险业的生态 以至消费者都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近年坊间多了不少服务 声称有治疗效果 但并非由医生主理 陈配良也都提醒 这些机构的服务提供者 本身可能欠缺专业资格 市民选用服务之前要想清楚 有一些叫痛症中心 如果你真的用了这些疗症 一年你都发觉 没有得改善你的痛症的话 而再去求疹的时候 有机会是延了你那个病情的 因为你背痛也都可能是心臟病 其中的一种的症状 如果你说一年之后再去看 会不会就已经是延了你的症状呢 所以在这一方面 就都建议那些市民 对于你那个医疗那方面 其实都要咒询一下 一些专业的医生的意见 会比较好一些 就不要只是误信 一些普通的痛症治疗 又或者是一些按摩的治疗 我事实上收到医生的投诉 物理治疗师的投诉 都是说有些自称是什么痛症专科的治疗中心 就是为病人提供一些所谓服务 然后就做了的时候就甚至乎是会 就是叫他们买一些叫做套餐 或者一些套票 可以是以万甚至十万计的 然后实际上又未必是真的提供到一个所谓的物理治疗给他 因为未必是物理治疗师 这类就令到整个医疗卫生界都是震怒的 时事当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涉嫌涉及潜见及非法占用政府土地 40间涉及潜见 一间涉及非法占用政府土地 当局陆续发出清策令或通知 而政府也继续调查山泥倾施的成因 如果发现与个别独立屋的潜见 或非法占用政府土地有关 将会向相关的人追讨紧急维修等等的费用 另外两个部门今个月也已经展开另一个联合行动 目标是屯门盘龙半岛 临海或者近斜坡的独立屋 当局说 航拍照片显示屋苑里面 仍然有其他独立屋涉及潜见 以至违规地盘平静工程 以及非法占用政府土地 天气寒冷 有社企在市区设回收站 回收市民捐的寒衣 并且转送给有需要的基层人士 和无家者遇寒 社企就说 回收站运作两日 已经有大约800人受惠 寒风中送暖 不少市民响应网上呼吁 专程到社企银行馆 在尖沙咀设立的寒衣回收站送暖 有长者就跨区来拿补暖衣物 我没有这些厚的衣服 里面一件短袖衣服 我现在都跪四五冬 因为这两天真的很冬 真的很冬 没有这些衣服 过不了 我现在不吝点冷 又感冒 那就厚一点帮助我 你要出街找饭吃 几十岁 每人帮你的 社企已经是第四年 举办寒衣转赠送暖行动 由今个星期四 至下个星期六 接收市民捐赠的衣服和电器 再转赠给有需要人士 回收站目前已经收到 大约两三千件衣物 当中包括雨勇 他们建议市民可以捐赠 轻盈保暖度高的衣物 一来拿衣服的服务对象 都是以一些真是好基层 好基层为主 长者是占大多数的 很多都是独居 或者是商老户 而我们觉得最大需求 都是无家者 因为无家者 你今年给他一件衣服 其实他们没办法清洗 还有他们经常要搬家 他们的家当要 去不同的地方拉走 所以他们拿的东西 我们觉得每年都有那个需要 比如最重要的是保暖内衣 因为在陆宿舍来说 保暖内衣对他们轻便一些 去攜大 另外乳涌和乳航衣物 其实都是以厚的为主 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在各区开放18间临时避寒中心 被有需要市民避寒 中心会在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期间继续开放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道 国际方面 美国电动车生产商Tesla宣布启动在上海的 全能超级工程项目 预计明年第四季正式投产 上海市政府和Tesla代表举行土地出样签约仪式 选指轮近Tesla现有的超级工厂 新的超级工厂专门生产 超大型商用全能电池 计划明年第一季动工 预料初期年产量达到一万个 可以供应给全球市场 项目今年4月正式签约 是Tesla在美国本土以外第一个同类项目 比亚迪洛实在匈牙利 在电动车及电池工厂 据报投资额达到几十亿欧元 比亚迪扩张海外版图 比亚迪在美博公布 在匈牙利南部塞格德 兴建生产电动车及电池的厂房 将会分阶段建设 预计为当地创造几千个就业职位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新厂房预算投资额数十亿欧元 早前有报导说 比亚迪预期匈牙利车厂 年产量达六位数 目标两年内落成 比亚迪早在2016年 已经在匈牙利投资电动巴士生产设施 今次在欧洲加强报告 期望在2030年前主动欧洲电动车市场 除了欧洲 比亚迪今年7月落户南美 在巴西建立生产基地 制造电动车及电池 去年9月落实在泰国兴建车厂 预计明年投产 年产量达到15万辆 除了泰国 有报导说 比亚迪有意在越南建立汽车零部件工厂 据市场调查机构Counterpoint研究 今年第三季 比亚迪全球销量已经追上Tesla 市场占有率同为17% 并列第一 预计比亚迪第四季 全球销量将会超过Tesla 无线电视记者杰杰晶报导 内地禁止出口稀土加工技术 维护国家安全 预料会影响电动车引擎和手机晶片的生产 商务部和科技部星期四公布修订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包括禁止出口一连串稀土的提煉和加工技术 主要涉及稀土稀取分离工艺技术 稀土金属和合金材料的生产技术等等 商务部表明 所有通过贸易、投资或经济技术合作方式的 技术转移行为都被禁止 外交部说是因应形势而作出修订 是中国适应技术发展形势变化 完善技术贸易管理的具体举措和例行调整 修订之后目录有164项压缺到134项 中国始终坚持以开放、初改革、初发展 我们将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为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加工国 大约四分之三的稀土是在境内生产 其中重稀土的提煉占全球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重稀土可以用来生产电动车引擎、智能手机晶片、零按封机、医疗器材和军事设备等等 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都试图自行发展稀土提煉技术 但是仅限于轻稀土的提煉 中国今年8月已经对家同者两种用于晶片生产的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 今个月初将出口管制扩展至几种石墨 美方早前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晶片商NVIDIA 向中国出售高端技术包括AI人工智能晶片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华尔坦吹习德国北部部分城市严重水浸 在北部城市汉堡由于翼北河水位急升 导致河边的渔市场水浸 部分地区有大树被吹淋 压毁电缆和堵塞公路 至于交通大受影响 其中汉堡来往法兰克福 以及莫尼克的列车服务要取消 法兰克福机场有部分航班在星期四晚一度而五 第二天逐渐回复正常 风暴坐以坦近日吹集德国北部 当局警告北海沿岸地区可能卷起三米高的大浪 日本东京一众上班族参与别开生面的活动 提早大派圣诞礼物 在远之内的东京车站附近 来自超过40间企业 近300个员工打扮成圣诞老人 他们在街上和商场 除了向图人大派礼物 也都会协助清洁街道 过去三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相关活动只是以清理垃圾为主 限制民众之间的接触 现在活动恢复正常 有参加者说 很想和其他人一起感受欢乐气氛 也希望为社区贡献 内地再出招加强规管网络游戏 不信军无份急错 要服从国家、民族、香港的大利益 夏宝龙说香港要尽快做好23条立法 先可以集中精力拼经济 黎智英争拗 律政司过了限期 先告他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但高远三位法官一次裁定 没有过时限 各位艾官合围 内地打算立法加强规管网络游戏行业 要求限制过度使用和高额消费 不可设置有道性奖励等等 五消息公布后 网游股重错 业界也认为新规例实行之后 将会大幅削减网游盈利手段 内地网络游戏发展迅速 但沉迷打机 大压货金等的衍生现象 持续引起社会关注 国家新闻出版处星期五就公布 就加强规划网游行业征求意见 全民一共八章64条 当中列明危害国家统一 主权和领土完整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等 12项禁止内容 其中第18条要求网游 不可以利用登陆游戏充值等 设置有道性奖励 网游需要设置用户充值限额 并且警告非理性消费行为 至于用户货金主要目的之一的 随机抽取功能 当局就要求网游企业 禁止有道过度消费 要合理设置抽取次数和概率 提供其他获得同样道具的方式 保护未成年人士方面 当局继续要求限制 他们使用网游的时间 又要求营卧商要按年龄段 划分消费上限 财联社就引述多家网游企业 说充值和广告系主要收益来源 认为文件内容全部落实的话 将会打击行业发展 影响盈利能力 内地近年接连收紧对网游行业的限制 包括落实用户账号实名制 限制未成年人打机时间等等 近日发布的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就显示 今年内地用户规模近6亿7千万人 市场销售收入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大约1成4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全国港澳研究会研讨会上发言 要求香港各界支持配合特区政府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给香港集中精力聘经济聘发展 特区政府又邀请全体后任区议员看港话直播 先由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夏宝龙的讲话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北京举行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并且致辞 不过没有安排传媒采访 只是在会后发布片段 夏宝龙在会上说 爱国爱港历来是香港同胞的光荣传统 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在国家利益 民族大义 香港整体利益面前 任何个人 企业 学校 单位 组织的利益 都是小利益 要服从国家 民族 香港的大利益 一起称香港 建香港 他说特区政府和管治团队 应该承担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切实改善民生 18万公务员应该牢记誓言 为港理职 为民进责 又说立法会议员应该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 而司法机关作为香港法治的守护者 一定会以无具 无缘 无私 无欺精神 将香港法治这块金字招牌 发扬光大 夏宝龙又提到 全新的区议会 说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区议员要做好上程下达 下程上报 发挥好政府和居民的桥梁扭带作用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夏宝龙说要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捉牢安全稳定的屏障 要支持配合特别行政局政府 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齐心协力把香港本地 维护国家安全的这块短板 尽快补上 让香港轻装上阵 集中精力拼经济拼发展 他又勉励各界要实现大团结 大联合 一国两制一定会越走越稳 越走越好 慶祝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10周年的活动 会持续到星期日 还会举办治理、安全、发展等主题的分论坛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 特区政府邀请全体候任区议员 去到政府总部看下宝龙讲话直播 行政长官尼家超说 期望区议员清楚认识 爱国者治港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中央驻港机构官员 行政长官尼家超和主要官员都有出席活动 尼家超在社交平台说 新一届区议会重归本质 是完善地区治理的重要一环 期望区议员必须清楚认识 爱国者治港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深入了解区议员应该担当的角色和社会的期望 开展地区工作、配合政府施政 令政府政策可以落实到地区 能够在冬至这一天听到全国港澳研究会 十周年下主任的一些和其他嘉宾的讲话 其实很开心 可以看到中央是很重视很重视 我们的地区的工作 因为我们真的每一位的朋友 都在那里抄了很多笔记 除了是考虑主任 国家对我们区议员有很高的期望之外 都是寄望我们可以做一些实施 真正正令到市民可以感受得到 甘假区员是做到的事情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说 区议员在最前线接触市民 一定要理解中央对香港 和对区议员将来服务有什么看法 母亲戚士记者 侧卷问不到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 辩方争辩其中一项 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时限 53位国安法指定法官 一致裁定控方未有超出时限提告 黎智英需要答辩 案件下个月2号再審 将会由控方开案陈迟 正是伏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由酬车压到西九龙法院 黎智英面对两项港区国安法控罪 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亦被控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 串谋刊印和复制煽动刊物 黎智英一方星期一一开審 就这项控罪提出法律争辩 认为检控超出六个月的时限 三位国安法指定法官班下判辞 接纳控方所说 串谋煽动属于持续进行 检控时限应由涉嫌犯罪的最终日期 即是2021年6月24号开始计的六个月 检控限期是同年的12月24号 控方在2021年10月13号 去信西九龙裁判法院书记长 说犹疑加控黎智英串谋刊印及复制煽动刊物罪 法院在第二日亦都收到信和律政司司长同意检控书等 副本同日亦都送到所有被告的法律代表 黎智英同年10月28号带到庭上 辩方早前提出 控方是这一天才开始检控 法官并不同意 说辩方当时没有反对 控方提出的修订和新增控罪申请 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的法律代表 2022年2月10号认讯时同样没有反对 法官说2021年12月14号 法院获控方通知有二家控罪名的时候 检控已经开始进行 早过2021年12月24号的期限 所以法庭有司法管理权审理这一项控罪 案件会在明年1月2号续审 预料到时候控方回作开案陈迟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长期报导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三条过海隧道实施分时段 收费第一个工作日 制序收费系统一度出错 运输署说调查显示 是隧道费服务商职员疏忽引致 不涉及刑事成份 运输署说负责系统的职员 为实施分时段收费 而更新收费表的时候 没有立刻清除一项旧有指令 在礼拜一上午大约10点 另一个负责营运的职员 错误一并批核那批旧有指令 以致用了旧收费表收钱 警方调查后认为是不涉及刑事成份 运输署指隧道费服务商 已经采取即时措施 加强监察和作出内部懲署 书面警告相关人员 和充止主管人员职务 五署方也会安排独立审计 检视服务商的系统操作流程 以及已经在系统操作关键流程中 加入需要取得运输署许可的双重认证 运输署正是详细检视隧道费服务商提交的调查报告 粉岭高球场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今年度亚太文化遗产保护长杰出掌 戈尔富球会说 掌项力正香港是站在文化古迹 保育最前线的国际大都会 红柱青雅 横梁的飞龙 这个中式建筑风格的小食亭 位于粉岭高球场里面 至今仍然有营业 和球场一样拥有过八年历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 今年度亚太文化遗产保护长名单 当中粉岭高球场获得结出掌 今年一共有来自八个国家 48个项目参赛 最终评审团选出12个得奖项目 戈尔富球会形容是提早来到的圣诞礼物 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振奋的消息 亦力证了香港是一个多元文化 而且站在文化古迹 保育最前线的国际大都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团说 高球场的规划实现了人与自然 文化的结合 代表着香港在保护管理方法的重大进步 粉岭高球场分为救球场 新球场和伊甸球场 其中旧球场的部分用地已经交还政府 当局将原本轻建供应房屋的用地 收定为未决定用途 郭穎亮说会继续和政府协商有关地方的用途 又强调今次获奖不会作为协商筹码 我们会希望可以继续用我们的努力 去和政府合作 可以继续好好地保护 和去发展这么好的活故事 给我们香港市民 希望我们这个球场可以继续运作下去 承传下去 他亦都期望古物资讯委员会 加快审视高球场的历史评级 无线电视记者蔡松环不达 日本和南韩受到寒流侵袭 南韩首尔陆德涉事零下14度 日本北海道和沿海多个远 发出大雪警暴 几千步停电 寒流侵袭之下 日本多地一片白茫茫 民众外出都着上口衫 江雪主要在靠近日本海的地区 北海道和北陆地区的福井 石川和富山园等地都发出大雪警暴 北海道流氓市積雪超过1.5米 石川园一个60多岁女人 产雪期间被倒塌的大树击中头部受伤 而能登地区最少2300户停电 富山园有过百间学校停货 寒潮下部分路面结冰 多地发生交通事故 气象厅预计大雪的天气 星期六仍然会持续 提醒民众如果非必要不要开车 即使外出也都要做好防滑措施 并考虑行更安全的路线 同日本一海之隔的南韩 受到入冬以来最强韩潮影响 首尔早7点多录得涉事零下14.7度 接让两韩非军事区的江源道华川郡 更加录得零下21.5度 南部济州岛一日内降雪量超过30厘米 当地机场跑道暂时关闭 超过140架航班取消或者延误 由上海等地飞旺济州的多班航班要截犯 无线电视记者 何英桀报道 有本港旅行社说 有北海道团的旅游巴一度在高速公路被積雪所困 要调整行程 汽车会就提醒雪地自驾游要渗防线梯 如果租不到配备雪梯的车 应该调整行程 外游遇上大风雪 行程可能会受阻 有旅行社说有北海道团 日前在登别附近的高速公路 遇上即雪被困 要等拖车来解困 他又说会提醒群友带多暖包等物资 接待方都会有准备 每逢冬季来之前 我们都会通知日本的巴士公司 就将他们的车去做检测 换一些雪梯 甚至预备一些锁链 在车尾可能预留一些冻的无尖 甚至乎有些东西裂走 万一要在楼 在公路上都可以保暖身体 今宅 白川乡 星龙道等不落地区 是港人自家游热点 也落暴雪 汽车会就提醒在雪地行车 要预留足够的刹车距离 当我们要停车的时间 千万不要一脚踩色车 一脚踩色车的时间 车就会滑的 就是我们叫做线态 一定要多很多脚 尽量跟着前面的车路的路线 因为它走过之后 到里行比较上 即是那条路是比较确实 你必须要看看有没有一些 紧急24小时的热线 即是和租车公司 车有什么时间可以找到它 甚至即是说 例如一些拖车 甚至例如一些紧急的电话 你要知道 翻查部分日本租车的网站 附上雪胎等设备的车 已经全部租出 只剩下没有相关配备的车 汽车会建议 如果未能够追用合适的车款 最好按天气预报规划路线 千万不要冒险进入降雪地区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軒不道 日本正直寒冬 外资圈动物园有猫猫不怕火 反而靠着营火取暖 成为这个景点的冬季奇景 一起去看看 日本多个地方受寒流侵袭 外资圆近日气温低到不够摄氏10度 包括在犬山市动物园 这群猫猫围着营火取暖 它们舒服到身身懒腰 或者疏起无法 看下非常享受 还有管理员线风点火 负责为猫猫准备营火 在协助它们抵御低温之余 更加可以敲熟香噴噴的番薯 一群猫猫面对美食当前 不顾怡态产品尝 也有猫猫先将番薯放入水降温 自然更加容易入口 这个动物园养有未后在内的超过50种猫猫 数目多达700只 至于猫猫围靠营火取暖 是动物园60几年来的传统 回顾1959年 当地曾经遭台方吹袭 部分树被摧毁 之后管理员用部分树木点起营火 吸引了不少猫猫取暖 逐渐变成了冬季的限定景象 无线迪斯记者谭维恩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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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